一部不看到最后不知道谁是坏蛋的电影 影片开始 警察在郊区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 根据调查 确定就是前不久的失踪少女小红 上周末 小红很好友来到附近玩捉迷藏 悄悄躲进柜子里 时间到了 男孩找到躲在管道里的小兰 然而打开柜子后 里面并没有小红的身影 只剩下了一只鞋子 暴力哥是一名警察 他怀疑老师就是凶手 不顾上司指令 找来两个打手对老师言行逼供 少年恰巧看到 拿出手机录下了整个过程 与此同时 老师来到舞蹈室 带走了暴力哥的女儿 空荡的房间里 手捧蛋糕笑得一脸诡异 另一边 小红的爸爸决定展开复仇 趁机偷袭老师 把他带到地下室 接着将各式装备依次列好 和暴力哥一起对老师进行逼供 红爸控制不住自己 手段血腥十足 暴力男冲上去阻止 愤怒的红爸把他也绑了起来 小红的爷爷过来给儿子送爱心晚餐 误入地下室 跑过来和儿子一起折磨老师 用火烧的方式 逼问老师孙女头颅的下落 老师松口 告诉他们一个藏尸地点 红爸匆忙开车出去寻找 挖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直到上当的红爸 愤怒地开车回家 爷爷误吃了儿子做好的加料蛋糕 直接倒地 暴力男趁机逃跑 逃跑途中 接到同事电话 说自己女儿失踪了 暴力男连忙返回地下室 找老师追问女儿下落 然而红爸快了一步 他拿起锯子 直接结果了老师 老师死后 警察去他家里调查 此时暴力哥的女儿 就在房子的暗阁里 不过已经是一具 毫无体温的尸体了 看完整部电影 不免觉得有些恶作剧夹杂在其中 深受爱戴的文若老师 是杀人凶手 衣冠楚楚的成功伤人 竟然手段凶残 不得不说人不可貌相 罪犯固然可怕 但是更可怕的是 他们伪装成为善人 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